大家好,我是东哥 这是一只流浪猫 前两天在我们单位围墙旁边的草丛里面生了一窝小猫 给它搭了一个窝 趁它不在的时候把小猫放到窝里面 但是它又把小猫给叼走了 我在昨天也发了视频问网友应该怎么办 这种流浪猫没有安全感 所以说它不会住人给搭的窝 有很多网友出了很多主意 我也试着做了 比如说给它弄一个纸箱子 或者是弄一点甘草棉絮什么的 但是它都不进去 可能是感觉到不安 总是把小猫给叼走藏起来 今天上午过来看的时候 小猫又找不到了 现在不知道到哪去了 我在这里面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 昨天晚上的时候还在这个草里面 现在不知道哪去了 我要好好去找一下 现在这个母猫回来了 我跟着它 我跟着它 看看到底把小猫藏到哪里去了 主要是怕小猫在外面别冻死了 这只猫在发现它的时候 是生了四只小猫 然后有一条是夭折了 但是在昨天早上 发现窝里面又多了一只 它是隔了一天又生出来了一只小猫 而且那只小猫也死了 真的是太可怜了 我跟着这个母猫 到了这个海绵垫子这里 已经发现了小猫在这个垫子里面 给它准备了猫粮 然后还有养奶 这个上面还放了今天食堂里面的鱼 它比较喜欢吃鱼 警惕性很高啊 现在凶我了开始 我还是走开吧 走远一点 不要打扰它 免得它再把小猫给叼走了 现在母猫不在 出去了 我过来看了一下 现在小猫就在这个海绵垫子里面 它把这个海绵垫子挖了一个大洞 很深了 刚才我看了一下 小猫就在那个里面 我刚才拿手帘筒照了一下 有三条小猫 在这里挺好的 上面还有一个棚子 也不怕淋雨 这样就放心了 感谢大家对这几只小猫的关心 我会持续更新的